随着地球暖化越来越严重 夏天也越来越热 台湾都市化之后 很多人都住在水泥丛林里 室内的温度不断升高 只能开冷气来对付炎热的天气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生物学组科长 严新富说 民众可以在室内种植盆栽或小型花木 透过帮植物浇水的过程 相对会提高室内空气中的湿度 加上植物会吸收空气中的热气 所以在室内种植植物或是盆栽 是一个自然又环保的降温方法 那植物种在释取室内真的可以降温一点点吗 基本上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植物种在里面 基本上我们也会浇水 浇水这个都是增加湿度 那湿度水分你蒸发成气体的话 它会吸热 根据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专业人员研究 种植室内盆栽除了可以降温 而且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时 会吸收二氧化碳排出氧气 甚至有部分的室内盆栽 会吸收有毒气体或是臭味 可以改善居家的空气品质 植物它行光合作用 它会吸收二氧化碳 用阳光 然后制造氧气 出来 所以它当然可以清净空气 科博馆生物学组科长 颜辛富表示 宝岛台湾四季如春 不管哪个月份 都有适合生长的室内植物 而且照顾室内植物其实不难 只要记得适当的浇水跟施肥 盆栽一定会长得健康又美丽 我们种植物的话 它的浇水的要解是 多量少次 施肥的话就要少量多次 所以两个是刚好颠倒 其实很多植物适合摆放在室内 也可以种植在阳台或庭院 绿化和美化生活空间 而且台湾的盆栽种类相当多 有五颜六色的丰富色彩 民众不妨多多利用 这些可爱的室内盆栽 点缀居家空间 净化室内空气 让炎热的夏天 带来凉爽健康的气息 记者陈文旭 叶宇炫台中报导 来个室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